觀塘茶果嶺村發生二級火警 從遠處可見烈焰沖天 濃煙升上半空 涉快星期四凌晨十二點多 一列由新鐵和木結構建成的建築物起火 火城風勢迅速蔓延 多間房屋被煲及焚燒 火牆面積大約10米×5米 消防動用五條喉和五隊煙霧隊破舊 大批居民疏散到安全地方站備 有消息說現場曾發生爆炸 大約半小時後火勢受到控制 之後消防在火牆中發現一具女性招屍 另有消息指有大批特別版波鞋燒毀 消防和警方就火警原因展開調查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大約9ünde 大約8分後火災 火災